这一年你觉得你像那一探索你有哪些很重大的改变或者发现吗 原来我是这样的 首先我是能够接受我对生命是没有控制的 我觉得是命运给我一个礼物 就是我去年一整年的身体一直很不好 我拔了个牙 他们拔牙是全马 这个我真的不能理解 很恐怖 我拔了之后他要给我开那种很强很强的止痛药 整个把我身体搞垮了 发现当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控制 比如说我今天想出门走路 发现我都没有办法起床的时候 就是放弃了对人生的控制 一切控制 对 我今天不舒服那就随下去吧 拔牙之后有一段后遗症特别严重的头疼 那段时间我每天就冥想听大悲咒 感受我自己内心的流动 然后感受那个疼 非常专注于自己的感受 我才意识到好像原来我成长 或者是人的走向是以时间为维度的 到那时刻我发现好像不是 就是并不是我12点钟就要吃饭 而是我12点还疼不疼我能不能爬起来 以你的感受为伪 对对 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转变 我特别有同感 因为我的这个探索的起点也是身体不好 而且我那时候是骨折 所以我所有消解我痛苦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用 我发现其实身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 很多人他停不下来是因为身体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人是在很脆弱的时候才会看到自身的局限 你觉得自己很强的时候 其实你的ego是胀满了你整个世界了 你看不到外在的存在 你甚至看不到这个房间里其他人的存在 其他物件的存在 但是当你比较虚弱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会带着你的心谦卑下来 你会需要比如说别人的帮助 别人的照顾 别人的理解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跟这个世界产生某种交互 在这个过程中 我当时体验到了一种世界的连接感 就我以前跟世界是没有连接感的 我活在一个我头脑中设想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你说的 它是有timeline的 就是我得几点做什么 我得几号把什么东西交上去 在这个公司待几年 我可以升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就是它完全是按照这里设想的一个世界走的 而在这个情况下 每一个跟我交互的人或者物件都是一个工具 包括我自己的身体都是一个工具 当我认识一个新的人 我不会真的对他产生好奇说 你是谁 你从哪来 而是我满脑子都是贴满的 对这个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标签 但是当你通过这个脆弱 你能够建立起对他者的一种共情的时候 说实话不脆弱你是不太可能有共情的 也看不到别人 也看不到别人的苦难 这种共情建立之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来到大理 我就过上了那种完全的时间没有概念的生活 吃饭也是就我不再规定自己说我一定要九点吃早饭 而是跟我自己的身体感觉走 这样我就感觉那个时间的纬度被无限的拉长了 就会变得很丰盛 而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就是人的身心状态越来越好 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 那个前提是松弛 因为有了这个松弛闲暇的土壤 就像菜园里面如果菜种的特急 这个菜就很难都长得很大 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都在一个非常紧张 紧到你的交感神经一直在运作 做梦里面你都在算题 就这种感觉 我以前的生活也特别的紧 就是觉得我每天有无数个呆烂 现在大多数时间我是能够允许 比如说自己啥也不干 人生就会打开 然后你会过得越来越松弛越来越好 你刚说着看电影的事 我显然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就是我不逼自己把电影看完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做事的一个pattern 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 那个词叫什么fear of missing out 那你每天都空气死 我今天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课 叫negotiation workshop 就教你怎么协商 对这个很有名 他每个学院都有 但是最难抢的就是法学院的课 抽签才给你弄进去 结果我进去了 进去之后我每一天都在焦虑 那时候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课是那种 你每天都要跟别人协商 你每天都要跟人有很长时间的交流 我觉得我的状态没有准备好 但是这么好的机会 我已经进去了 我怎么能不去呢 到最后一天我想OK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休息 然后我就把这个课退了 就用致之举 是我有一种特别大的解放弃 所以真的很需要一些勇气 你看我们现在社会的整个风气和氛围 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能够让我发财支付 让我变得更好的机会 让我过更好生活的机会 而现在互联网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信息 我觉得当一个人跟自己的心 或者跟自己的直觉连接的很紧 甚至跟自己的身体 一旦有了连接 你会发现你真发自内心 愿意去花精力做的事件的人 是非常少的 你如果真的要用心 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一起聊天 那是极其需要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给到你的 而我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 你越会拒绝 越会放弃 你越能够在遇到那个你真的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会像那个烟花绽放一样 你说这个就是我想做的 你的那个心的信号会特别明确 因为你不再被那些东西淹没了 就以前我在城市里面交朋友 很多时候我在演戏 我在演一个脾气特好 特别善解人意 很能提供价值的这样一个人 把这个面具卸下之后我发现 我对这个人根本兴趣都没有 那我为什么当时要演戏 是因为我内在有恐惧 我害怕错失了某一个机会 或者这个人他能够带给我的某种便利 就说得很直接 但是发自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纯粹的 没有人是不想要真的去交这种真心相对的朋友 但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恐惧 你不相信人跟人间还有这种纯粹的关系